然後就新增成功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登錄 然後登錄成功我們就可以進去我們留言板 然後這個是抓那個網路上的SourceCode 就是人家分享給我們來改的 然後就沒什麼特別的就跟很多人一樣 然後就是他也是用一些PHP的技術 然後現在 回去我們的網頁 然後我們還有用一些Flash 就像這個跟這個 這個是用JavaScript 然後我們還有上 遷入一些比如說像Google的地圖 然後古代附近的地圖 然後這個是我們 我們遷入了一個其實他 就是如果大家想討論美食的話 可以直接在這裡 直接就是 可以即時大家都可以直接在這邊 聊天這樣 對然後 這邊原本有一顆球 然後 他不出來 看一下 好 他還是不出來那我就直接講了 就是我們原本是抓這個 就是我們原本是抓這個3D的那個標籤圓 然後 他這邊有分享他的那個Source code 然後 他這裡就是有教學 就是教我們怎麼把 字體變成中文的 然後底下也回覆的很熱烈 可是我們怎麼做都不行 然後最後發現他根本在唬爛 他這裡就是教說什麼 要 什麼 開用Flash開他的那個FLA檔 然後 什麼點擊Tech的這些文件啊 這都唬爛的 我們發現只要 在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 只要在 這個SML裡面改他的名字跟 網址就好了 因為他是用Flash去抓這個SML裡面的資訊 讓他跑出來這些資料 對然後 然後 就差不多這樣 然後 我們的參考資料啊 就是Google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就讓我們負責 講一下我們的網站的內容 好 那我來 為大家介紹一下 普大的美食 然後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 最近才出來的 地瓜球 就是 地瓜球在夜市蠻熱門的這種食物啊 大家都很喜歡吃 然後 他就有別於一般的地瓜球 他非常大顆 而且很紮實 很硬 要產很好吃 然後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 因為他 一鍋一鍋煮的 而且他有固定的份量 他 大家總是排很長 對 而且 大家買一份 也不會 不只買一份 然後再買很多份 然後就會大排長龍這樣 然後一開始是買一送一米 然後大家排很久 後來沒有買一送一個 還是排很久 所以他就很專門 好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 桃花園 桃花園就是 在我們五一四象裡面 然後他的豬排呢 非常的 非常的大 看一下 他的食物都是 份量足 所以大家會吃得很開心 對 就看一下他的圖片 好 而且 也蠻好吃的 看這他的豬排 比那個店還大 好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 泡麵 就是 泡麵可能是大家 晚上在那邊吃宵夜吃的東西 然後就是拿去開水追逐 但是他們不太一樣 就他們有很多 很好吃 很多口味的泡麵 而且都從日本帶回來 就各個國家之類的 然後還幫你加一些青菜啊 蛋什麼的 所以吃起來就會感覺特別很爽 好 然後就是 進牛肉麵 對 還是一家 很不常開店的牛肉麵 然後 就是特別好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看一下他的圖片 對 對 就這樣 好 好 最後一個就是 南灣 這一家 有賣一些意大利麵的東西 而且 價位 中價位 嗯 他的白醬 還蠻可口的 對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那我們來結束的 就說 他有沒有看到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問題